每次来想给大家看一下天气 因为咱们中午来的这个天气很重要 尽量别有太阳 要不一会儿太热了 走 赶紧走 咱路还比较长 今天这个水能退到什么时候 咱还是去那儿 前面那儿海瓜子比较多 其实这块也有 但是还是不够密集 每次登上来第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瞎转悠 为什么要先瞎转悠呢 你得看一下分析一下 对吧 这底下都是得决定 咱们在哪下手 这都是腊锣 003反腊锣 其实我觉得这些腊锣 其实兴趣不大 因为咱们其实抓得一定要多 它还是太少 看这其实都是海瓜子 咱们今天要找多 而且要大 对吧 省事吗 走 走 我感觉应该 在这你还抓一把再说 铲子 铲子好像最近都用不上 铲子那是用着 暂时用不上它 上面伯伯这一层撞的就可以了 这全都是水 来 先在这先过一下水先看一下对吧 看这块好不好洗 如果沙子比较多 其实是好洗的 泥如果多的话就不好洗 泥多的话 我洗起来 看这可以劲 稍微拖一下 它可以劲 它能冲干净 这其实相对来说啊 泥比较少 沙子多 这样其实最好的 你确实好洗 这冲一下差不多了感觉 呼呼呼 对就是它 海瓜子 你们也可以叫它博客迷 一个东西 咱们今天木料也不大 就这个桶 抓一桶 就可以了 底下都是生蚝 最强的是生蚝 咱们随便撬一个 也剩的生蚝 你就说你想吃啥吧 这啥都有 真这么多的地方 在这呢 看没 这密密麻麻的 而且离水边还特别近 来吧 直接上手吧 不用扯 等一下 等一下 这儿 这个石头好像是 看那一块 那可能扯应该 比较深吧 我过去看一下 哇 这什么情况 看看吧 上面覆盖的好像都是 我就上来看一下 哇 疯了 这有啥说的 这多干净 我感觉这好像 洗的时候太好洗了吧 所以说来以前 第一件事 先把位置 先观察清楚 这儿明显好洗嘛 干净 不着急出手 一旦出手 效率一定要高 对不对 一 越越越越 站稳了 慢点慢点慢点 就这样搓啊 不过不要着急 这不是个着急的事 慢点搓 看第一遍的时候 不需要怎么使劲 你只需要把上面 比较容易掉的 那个泥搓掉就可以了 看 那也差不多 这第一遍 对吧 不用怎么使劲 使劲的时候你就要按在这 看 就这么脱 这么脱才可以 你得吃点净 这是把不容易掉的泥 要脱掉 所以一冲它就掉了 大家看一下 再来一下 没达到标准不行 咱回家炸的时候不好炸呀 搓得越干净 回家越好炸呀 这个事情 来可以冲了 这浪了有点 看有哪怕 看一下这地形 看咱们在哪个市场 咱们从那跨过来 桶还在那呢 我感觉应该过一把桶 把桶拿过来 就把桶直接拿过来吧 我感觉这一块啊 直接把这桶就搞满了 进桶进桶 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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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那儿 在这儿又这样稳了 咦 想跑 别着急 你别着急 现在给它做弄呢 现在给它做弄呢 它弄的有点少 不行 它放在水比较多的地方 就这样先给它搓一下 就第一遍搓的时候 不用太使劲 使劲 在最后面一遍 稍微使点劲 能洗干净 好 回家 大家知道怎么吃吗 把它弄干净之后 直接上锅炒 放点辣椒 炒的时候尽量倒一点啤酒 味道没得说 想想都 特别好吃 其实我最爱吃它的 但是它不是成年都有的 就这几个月才有 过的这个季节就没有了 所以最近 我把它放回家之后 都放在袋里面 在冰箱里面冻 给冬天传点 冬天想吃就没有了 这个季节就可以传了 这东西要在咱们这儿没有卖的 所以你知道吗 最主要是 所以你真的想吃 想买还买不着 你只能自己动手 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 这只是个大盖 还不像 还差 还差一点点 嗯 那要大了 没有事儿 ok 呼呼 太多了 主要就是多 再俩下半坨 哎呀 必须得搞一搞一肯定回家 因为你回家之后就这一口拿回去 你稍微再扎一下 清洗一下 其实就剩了少半坨了 必须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ok你没有看错 龙虚菜 石头上长的 都是 但是它没有里面那些石头上面那种长感觉 咱开始想动 想动 准备撤 看这个天 哇 感觉一会儿好像要下雨那感觉 得得得咱准备撤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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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沉的 哦 没给大家看是吧 咱先看一下咱们搞了多少 我都破手套也给也给待会儿去洗一下 洗一下下次咱还能用 今天搞的就比较多了 我估计大概有40多斤 幸亏我把电动车你知道吗 骑着在旁边放着呢 要不这拧回去几十斤挺费劲的 嘿嘿嘿 带持有关注二哥啊 走了